Welcome to IT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讨论这个AddRepository 那这个AddRepository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摄取一下 好,那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先Create这个Interface 那这个Interface呢 我一样是把它放在在同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Generic的Interface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来在这里 等一下 这里我们就来Copy它的程式码 那也是很短啊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跟你说 如果你的Repository要有Add功能的话 那你必须要有Add 或是AddRange这两个东西 那Add呢是代表说 加入单一一个Entity 那AddRange呢是加入多个Entity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一样是定义说这个Entity 它是一个Generic是一个范形 然后呢 它必须要是class 而且必须要计成IDataModel 那IDataModel呢是可以做iCloneable 所以它必须可以Clone 这样子 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算这个讲解完毕 好,那我们待会呢 就来讲下一个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好,那我们待会呢 好,那我们待会呢